第26題,若今天有X一體的密度恰巧等於木塊的密度,則我們將木塊放入X一體中,我們將會發現以下三種說法何則是正確的? 假,木塊所排開一體的重就等於浮力,這個迅速一定是對的,我們上課的時候說過浮力一定等於排開的易重,所以木塊在X一體中所受的浮力,不管木塊本身是乘還是浮,它所受的浮力大小一定等於所排開一體X一體的重量,我們的假的說明是對的 木塊會隨意禁止在意面下的任何位置,這個也是對的,剛才的提幹的敘述已經告訴我們了,如果我們物體的密度等於一體的密度,那麼我們物體就會隨意禁止在意面下的任何位置,所以呢我們的敘述已是對的,敘述比木塊所受的浮力等於木塊重量,這個也是對的,我們的木塊可以隨意禁止在一體的任何位置, 他受到兩個力,一個是重量向下,一個是浮力向上,而他要保持靜止平衡狀態,所以兩個力量要一樣大,所以也就是我們的浮力就會等於我們的木塊重量,所以呢迅速丙是對的,那麼甲乙丙的說明都是對的,第26題問我們說,我們將會發現以下三種說法何者是正確的,我們答案選的是A,甲乙丙 我們透過一次,我們有一個非常非常有的、同份的問題,我們可以組成這個問題,我們可以為了一個問題的時候,而呢呢呢呢,我們會有一個問題的人,我們會製成一個問題的問題嗎? 我們想來看看,我們有一個問題的問題,我們可以選擇這個問題嗎? 我們可以選擇你故事,我們會不會是否一樣的問題?